他告诉您 关岛东方的热带低压在下午已经形成了轻度台风 叫做哈龙 那么未来对台湾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啊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低压距离台湾可是就非常的靠近了 不排除在明天有机会变成台风 那么虽然说未来应该是会往琉球的方向来前进 不过明后天 外围环流都会影响到台湾地区 要提醒您 特别当心 距离台湾3000公里在关岛东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29号下午2点发展成为轻度台风 未来偏向日本方向前进 对台湾暂时不会有影响 但是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向西北移动 又发展成为台风的可能 从30号开始 东半部海面 北部沿海 以及恒春半岛这些海域会陆续开始出现长浪 1号前后 很可能是热带性低气压 距离台湾相对比较近的时候 到时候全台湾的天气都会受到影响 各地下雨几率会升高 星期五到星期天 全台要防备热带低压可能带来的雨势 记者综合报道